馬上第一場就有人演出吃土了 正在水田中打排球選手就球瞬間 腳被泥土黏住 跌倒吃土 當場變身泥巴人 選手們根本不在乎全身弄髒 繼續比賽 玩得超級開心 加油加油 彰化二林斗院休閒農業區域阿豆大叔水田排球賽 在今年9月7號舉辦第五屆的賽事 吸引了24個隊伍報名參加 選手來自各地 其中也包含在地青農 根據了解主辦單位就是從事休閒農業 並且熱愛排球的兩名大叔 為了要讓大家走進農田 他們發揮創意 舉辦在水田中打排球的賽事 而每次在活動前兩到三週 他們就必須開始停要整地 使用長條的泡棉拉線劃出場地 透過在農村的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然後可以讓我們農村更加的美好 其實這過程非常辛苦 因為幾乎沒有什麼機會贊助 所以很多人都是志願出錢出力 甚至舉辦活動的不容易 另一名也是從事蘇醒農業的業者 也贊同主辦單位的理念 進一步贊助讓比賽能夠順利進行 而在今年年初更有國際知名運動品牌 看中這場趣味賽事 選為台灣年度故事拍攝形象廣告 也讓世界看見不一樣的台灣 TVBS新聞陳志中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